深圳土拍斩获450亿 中海城最大赢家 保安一宗流拍 南山一块竞价处顶劳好 此次土拍房企竞争激烈 17宗地块达到地价上限 仅4宗底价成交 另有一宗流拍 中海为最大买家 其以127.15亿元获得4宗 保利置业以71.73亿元获得3宗 金地 华润 深房 联发等企业各得一宗 相比于其他城市的土拍成果 本次深圳土地市场显然维持了很高的热度 对于这个结果 卫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 首席研究院李宇佳认为是情理之中 不过 地方政府可能会调整出让规则 比方拿一些优质地块 比方降低配套建设的比例